发生于1905年对马海峡的那场海战 是人类历史上前卫战列舰最经典的一次交锋 时至今日日本横须贺港中的三立号 俄罗斯圣彼得保的阿弗勒尔号 正是当年参加那场厮杀的老兵 自1904年起日本与俄国围绕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爆发了一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 陆地上的惨烈战斗让世人建设到了工业化战争的残酷 战事陷入胶着 俄国决定派遣一支庞大舰队向远东增援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 这支俄国舰队终于绕过了半个地球 风尘瀑布的赶到战场 与一役带绕的日本舰队相遇于对马海峡 此次战役 俄国方面拥有8艘战略舰 3艘海防舰 3艘装甲巡洋舰 2艘大型防护巡洋舰 3艘小型防护巡洋舰 1艘二等巡洋舰 1艘辅助巡洋舰 9艘驱逐舰 7艘志愿舰艇 日本方面拥有4艘一等战略舰 8艘装甲巡洋舰 2艘大型防护巡洋舰 10艘小型防护巡洋舰 1艘二等战舰 3艘二等巡洋舰 3艘鱼雷巡洋舰 21艘驱逐舰 43艘鱼雷挺 事宜日俄两支舰队在对马相遇 为了防止俄舰逃脱 日俄舰队送入东乡平巴郎 率舰队正前大回软 红鞋俄舰队踢头 并打出Z字旗 誓言黄国兴帅再次一战 13点49分 对马海战正式打响 日本旗舰三力号向俄国旗舰索洛夫工具号开火射击 俄国战舰立刻开炮回应 在刚开始的15分钟内 三力号受到19发各型炮弹命中 其中包括5枚305毫米大口径炮弹 然而这艘日本新锐的英智战舰扛住了考验 站在舰桥上指挥的东乡也幸运的未被斩首 随后展开阵型的日舰们立即开始反击 俄国旗舰索洛夫工具号遭到集火 舰队司令罗兹德文斯基被命中舰桥的炮弹炸成重伤 俄国舰队陷入混乱 在随后40分钟的战斗中 俄国舰队损失惨重 一艘战列舰沉没 免受受重伤 而舰队随机准备逃往海山崴 与此同时 装甲巡洋舰阿弗勒尔号则在后方保护运输船 他与另一艘巡洋舰阿尔基号整整晚40分钟才加入战斗 日军写8艘巡洋舰和一艘老式战舰攻击俄运输船队 阿弗勒尔号被炮弹连连命中 203毫米高爆弹让整艘军舰围着颤动 火炮舱和上架版的脸门炮当场爆销 尽管遭受创伤 阿弗勒尔号仍保持高速前进 一边反击一边穿越敌人的火线 最终成功逃出对马海峡的战场 一直逃到菲律宾 被扣留了整整一年才归关俄国 回去完成革命大事业 回到激战的对马海峡 日本人并没有轻易放过俄国佬 东湘率舰队继续追击 穷追猛打 歼灭或俘获了残余的俄国舰队 俄国19艘舰被击沉 两艘自沉 7艘被俘 3艘逃至海参崴 14334名俄国官兵中 有5015人阵亡 803人受伤 6106人被俘 而另一边 日本海军只有3艘鱼类艇被击沉 699人伤亡 此一为海战史上险进的一场完胜 也将大舰巨炮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推向巅峰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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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